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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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雲大家來到收藏西區話 我和妳的節目主持人 Air 歡迎收看收藏西區話 我是Air 大家看到片頭跟粵語的開場白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Air這一集要做什麼吧 沒錯 Air這一集要介紹的是香港必去的1比6次模型小車店 我想大家應該跟Air一樣 去旅遊的時候呢 還是難免會掛念小車 都會想旅遊的附近到底有沒有模型店或玩具店可以逛可以買的 沒錯 Air這一次就藉由香港旅遊、麻煩、車友 Mini Art跟鍾兄帶Air去香港可以買模型車的地方 其實香港的玩具店大部分都有賣小車 但其實很多都不多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 但Air這次要介紹的基本上都是蠻多小車的地方 好啦廢話不多說了 直接GO! 那在開始之前呢 Air也收到車友的資訊 知道了3月2號跟3月3號這兩天 在香港半島的燒雞灣天樂廣場裡面有舉辦玩具跳蚤市集 那裡面有不少車攤 Air就順道過去看一下 它似乎是一間玩具模型店 但是也有一些格子鋪讓人家去祭賣版格子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個活動召集了不少玩模型車的 呃... 我覺得價格是非常漂亮 那聽香港的車友說呢 這種活動一年大概只有2到3次 那竟然被Air遇到 我覺得非常的幸運 那如果這次沒有參加到的車友也不要難過 之後有相關的資訊呢 Air也會提供給大家知道 第一間要介紹給各位的是 Air在開始收藏模型小車就知道的一間店 它是位於銅鑼灣的DMC 因為裡面不太能夠錄影 所以Air就用口述的方式跟大家介紹 它是一間充滿1-64模型小車的店 門一打開呢 就有一區是金商的盒碗 那右邊這一面牆呢 滿滿的都是綠光的吊卡 那再走過去呢 是金商的金裝盒跟蘇可的小車 那門的正對面那一面呢 滿滿的都是多美的小車 有絕版品也有現行款 那因為DMC這間店的老闆是TAMAK老闆 所以中間那一區呢 就全部都是TAMAK的小車 那Air還有發現呢 現場還有一些地區限定款 可以給大家購買 我覺得這是一間非常好的一間店 再來這家呢 只要你是玩具人 你就不會不知道的一間店 它是位於灣仔太原街的紅心玩具 雖然裡頭不全是小車 但小車的數量也不少 那它在去年底跟今年初 有推出1比64的油桶 人偶 油壓托板車 砧板等小車配件 那除了這些呢 還有多美 風火輪 CMS 金商金裝版的絕版車 如果喜歡公仔模型類的車友呢 也歡迎前往去挖吧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幾間店呢 就比較集中了 都是位於九龍半島的旺角 油麻地 迷敦道等附近 只要走幾分鐘的路程呢 就可以到達了 這家是位於油麻地 兆萬中心的車道 也是滿滿的64小車 不過也是靜止攝影的 那Air就拍個門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裡面呢 比較多的是 金商 Cano64 Rex64 還有Tarmac Eno64 還有一些工廠流出的小車 那如果比較喜歡 細緻度高的車友呢 我就很推薦這間 再來要介紹的是 在旺角信河中心的小車格子鋪 MiniArt 那這一整棟呢 其實有很多模型玩具店 那Air很喜歡逛這種格子鋪 怎麼說呢? 因為格子鋪往往會帶給你很多驚喜 像這一次 Air就在MiniArt格子鋪找到了 這台IG金屬藍的GTR 自從Air收了IG的86跟FD之後呢 就好想要這台GTR 沒想到在這邊竟然可以找到 那在這邊呢 Air還看到了 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FingerWall Shot Nano的品牌的人偶 而且Air還發現 這邊還有一隻 John Wick的人偶 我想這應該是 未來會發售的款式吧 而且聽說 有香港的車友看到這隻John Wick的人偶 發現沒有搭配劇中那台野馬 還特地拿了一台野馬 給MiniArt去做展示搭配 這個車友真的非常讚啊 最後要帶大家去一個生命的小地方 海鮮酒家 嘿嘿 不是啦 是一個超級大毒窟 它是位於彌敦道的限時店商場 剛剛有提到Air很喜歡逛格子鋪對吧 這邊一二樓 滿滿的都是格子鋪 完完全全是天堂啊 而且裡面有很多小車喔 而且不只有小車 還有扭蛋 公斬 這邊如果要認真逛的話 一個下午也逛不完 最後要跟大家分享Air在香港挖到的寶 有IG的藍色GTR RES64的Chrome E80警車 KANO64的S30 可秀錶餐道限定的KPGG10 圍影 菲律賓限定的白色Ruffle 還有兩台CMS的越野賽SUBARU 跟在紅心玩具店買到的人偶跟油壓托板車跟砧板 最後的最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香港最後的手寫招牌店購買的小吊士 我覺得很酷喔 全新二手車 二手車還有全新的真的是非常有趣 Air也準備了這個要送給觀眾 只要你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FB粉絲團 還有按讚留言並公開分享這則影片的貼文 就有機會得到這個小吊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再麻煩幫我按讚FB粉絲團 Air會持續跟大家分享1-64模型車相關的事物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給我 想要交流或分享模型車上的任何事物 也可以加入我的逸品收藏模型車團 收藏C計畫會持續發布有關 汽車或模型車相關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再麻煩幫我訂閱小鈴鐺 按讚留言加分享 感謝下次見 掰掰